好 我們來看中國車要進台灣市場 現在有很多中國車商已經蓄勢待發 我們之前其實幫大家觀察到一些端倪 比如說有一些衛裝車在台灣試車 然後你看到了有一些 中國的車廠已經默默在台灣 已經註冊了一些商標 你就覺得好像我感覺到了一些什麼 好 我們來看到現在 這是不是更明確的一個證據 比亞迪要來了嗎 我們來看比亞迪 他在泰國廠 今年第三季就要正式投產 之前就有人這樣講 他在泰國坐的車 很有可能就會賣到台灣來 這是不是面向亞洲市場 特別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基地呢 那其實之前你看 比如說像這個合重挪詐的U 然後另外像是這個上汽大通 它的一個G50 這個好像都曾經出現在台灣 是來試車嗎 還有哪些可能性呢 問問有一個 第一個剛剛自己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MG賣得很好 所以MG賣得很好了之後 就看很多很多的 這個中國的一個車商 開始認為台灣這個市場非常juicy 但我跟各位來講一下 台灣市場才多大 當然老爹可能會提醒我們 你中國大陸這麼大 你台灣這樣子 你為什麼還要跑來台灣 你在中國大陸賣就好了 對 重點是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的車市 已經進入到鴻海 鴻海的一個殺戮戰場 第一個你經濟也不好嘛 第二個的話 你怎麼賣得贏比亞迪 所以很多的一個比亞迪 以外的一個品牌 為了要求生存只能出口 是 那因為正好就MG這塊的話 已經樹立了一個標杆 所以他們就變成說 我來台灣來試金石 來試試看 那當然除了這個比亞迪 或者是除了MG以外 各位可以看最近 其實包含奇瑞 這個消息也傳了很久 可能大家對這個名字 有點熟又有點陌生 其實2010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來 大概14年前 當時他是一個聖龍集團 這個聖龍汽車來代理的 聖龍集團是太子 這個汽車底下的一個代理商 當時就代理他那個Apola 就是那個中型的車 還有一個小型先輩車叫Fresh 但是賣了兩年之後 因為太子汽車財務危機 就收了 收了之後聖龍也就收了 所以他找不到代理了 所以那個車 其實在台灣也賣不好 賣不好 你沒有看到幾台 真的是沒有看到 那當然現在他開始捲賭重來的時候 他怎麼被發現 當然就是因為剛剛這個 志祺有特別提 一定是有在台灣試車 測試 做偽裝 人家就從你的輪廓跟從你的輪框裡面 就發現好像是你 對 然後就找到他 所以這一塊的話 現在大家就在傳 我是三個品牌進來 還是一個品牌 因為奇瑞底下有三個品牌 一個叫Cherry 一個的話叫做捷庫 另外一個的話Omota 那這三個裡面的話 其實到最後 可能最近這兩天有證實 應該是只有捷庫進來 就是J7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樣也比較對 你至少一個先來試 所以進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J7 那他強調的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越野型的都市SUV 因為他可以越野 所以他涉水大概60公分 60公分 然後我覺得他的級數也不錯 210 那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還OK 那現在是他怎麼進來的問題 因為他生產基地在馬來西亞 所以他是從馬來西亞這邊進來的話 感覺起來 為什麼知道 因為他在馬來西亞做的是佐駕 佐駕的一個款式 所以人家就感覺說 那你是不是要For台灣 那他如果賣得好的話 俄摩達就可以進來了 那俄摩達是一個比較高級的 這個電動的休旅車 他的這個型號是E5 E5的一個部分 那他是俄羅斯哈薩克 這個地方推出去的 其實還不錯 就是說整體的一個這個續航力 大概差不多430公里 那極速的話也還OK 對 然後再加上說 他有這個80K瓦的一個快充 然後30到80%的一個充電 大概30分鐘 基本上都還OK 然後我們再來看三氣大通的Messus 這一款 那當然這個齊瑞進來了 上氣也要進來 其實這件事情傳更久 去年年底的時候就在傳 那中華汽車不知道要代理誰 大家好像說搞不好是上氣 那上氣這一塊的話 因為還不知道的情況之下的話 因為你有跑去試車 你去武嶺試車被人家發現 那他現在做的這個G50的這一款的話 大概1.5升的一個渦輪增壓引擎 然後七速的一個雙離合變速箱 馬力也不錯 180匹馬力 然後29.1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所以整體來講都還不錯 然後價錢也還不錯 價錢是差不多63.9萬 就跟剛剛那個63萬多 都差不多 有明哥我問一個問題 他如果無台無機沒有要賣台灣 他為什麼要來台灣試車 一定要 因為他一定會來 一定會來 而且這件事情 我們從去年10月份的時候 就聽到車試的人在傳 是不是 對 但是只是到現在為止 公司還在否認 那我們另外看這是兩家 另外還有一家 浙江合眾汽車旗下的一個叫 挪扎 中型的SUV 然後0百加速的話 大概小於7秒 然後極速155 續航的話 比剛剛那個還要好 500公里對不對 售價63.13萬 怎麼都一樣的錢 大家都訂在六十幾萬 因為他們可能要用這個價錢 來去測試 可是問題是挪扎 以前有出事過 你知道之前的話 因為他你也知道 中國大陸不是地產不好嗎 車子有時候 紅海的這個狀況 挪扎的財務也不是 合眾也不是那麼的健全 當初在南寧場的時候 一關掉的時候 欠了一屁股債 最後拿車子督小 對 因為他的車子 本來是賣他12萬人民幣左右 但是為了要去抵債的時候 大概只花到差不多5到6萬 就賣給人家 大概比腰掌還要少一半 而且他去年說實在也賣不好 因為他目標是25萬輛 可能到最後連一半都不到 當然我們現在就開始有網友在講 他說這樣不行 他說你們現在都讓中國的車 車子進來這個會木馬屠城 如果說你今天車子進來 以後充這個晶片 如果在自駕的模式裡面 你們又裝了晶片的話 搞不好你就遙控這個車子 去裝我們總統府 所以現在有很多很多的 跟達人都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我們說實在 台灣法規有沒有禁止車子 不能進來 他不能禁止整車 但是你可以 比如說大陸人士來台的一個 投資業別項目裡面 他說你可以來投資 也可以來行銷 也可以來設置公司 對 但是你就不可以整車 這樣輸入進來 那MG在台灣組裝就好了 MG他的形式就是這樣 比如說他是一個上汽 然後以前買了英國的牌子 然後跟中華汽車合作 對不對 然後成立一個莫里斯的 這個英倫莫里斯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MG台灣 然後最後再揚梅開 然後之後用這個CKD的一個模式 對不對 來去做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做法的話 我覺得是對台灣 也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產能 根本開不出來 也沒有那麼大的銷量 那如果你中國大陸的資本 如果能夠進來的話 讓我們的生產線能夠運通 然後讓這些人有開始就業的話 對台灣經濟老實講 也是會有幫助的 對啊 所以其實又便宜的車 為什麼不好 對不對 只要是這個 大家好好把關 應該沒有什麼不行